你最喜歡你的哪個綽號 我有什麼綽號嗎 每一個時期不太一樣吧 小時候人家有叫我也是有叫我小黑啊 因為我小時候蠻黑的 因為我記得我國中去美和中學的時候 就我們這一屆就只有我一個原住民的球員了 其實人家也沒有叫我什麼萬號 就是叫我的那個名字國慶國慶 那時候三十四三十五歲的時候 人家就叫叔叔啊 四十歲之後人家就叫爺爺 是這樣 其實都還蠻喜歡的 還蠻符合的 你這怎麼叫國慶 阿旺啊 我就叫他國慶或叫高金旺 一開始我好像都叫成班啊 後來大家他們看到學長都叫他爺爺 那個那個時期大概都叫爺爺 爸爸的弟弟還有媽媽的妹妹 都是國慶的同學 中學的小孩都打職業員 對 叫國慶這樣 就直接叫不然有時候叫學長 我怎麼叫他 叫他學長啊 國慶學長 他是學長 就叫國慶 那有時候叫很煩的時候會叫 狗屎 高賽 高賽 My name is 捕猴子 英文叫 捕猴子 捕猴子叫做捕猴子 Do you understand Why I go捕猴子 這是在他家嗎 因為我一旦看到他 他的腿像是很強的 一旦看到他 我一旦看到他 他像片段還有留著呢 你像Pujols 賴崇光學長他們 賴崇光學長他們 可是我 可是我也沒叫他爺爺 那你進來 我叫他叔叔 原住民 我們阿美組叔叔叫法紀 我們都叫法紀 對 對